我把哀怨的交融 飙成观音的脸庞 只要闭上眼睛 就会复在心头 我把哀怨的地铭 藏在 神积的海落着 每当微风吹过 就会想起啊 遥远的祝福 每当阴雨飘落 仿佛看不得红尘着四周 我把我放在哪里 我把我们交过了 我的天啊 我把我的儿子都在找你的 你做我的大宝 我给你帮我看 我把你帮我去的家 我把我去的家 我家的廚房都大幅 都大幅嗎? 對啊,不管你做什麼生意 都發到蒸起來,再盤外面就大大了 每個人都感謝我,感謝我 說不出來了 謝謝,謝謝 我告訴你,你做到盤外面 做金罵金是不用拿的 我知道,就發到都蒸起來了 做金有拿不到,沒關係 當作你吃飯 對不起 阿唯,快點去找我入電 我早就不來 來,收到的 我們擔心煮,不是要吃飯地去煮 是吃飯地說嗎 來,來 來,給你走 來,這隻麵筋吃了 怎麼搔? 我說我搔了 怎麼搔? 來,這隻麵筋 我的道友 你怎麼搔 你怎麼搔? 沒有? 你怎麼搔? 我來搔 你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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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搔 那錢是不能拿 來喔 你怎麼知道還要當作啊 不好意思喔 你是出唐家小 要是啊 你的家要做多少錢啊 萬多 千億十坪才租一萬五喔 你是有說不對嗎 沒有啦 出唐家 萬五 我要做 你要做 好… 不好意思喔 小姐 你沒看到是我在那邊 才到旁邊去 出唐家一萬五千了 你要做嗎 好… 我萬六 萬六 好… 你是哪裡跑出來的機車搞怪 你要拚是不是 好啊 一萬七 萬七 一萬八 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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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啦… 你們兩個不要再生氣了 我看他這樣 你們兩個合作 不等生氣 再給他上照顧啊 我才會合作 你剛才沒聽到 他說我什麼機車 我看他這行的 不知道會像公共汽車 哎呀…跟他 我還不如去睡公共廁所呢 好啦… 你們兩個不要再生氣了 你們合作 可以互相照顧 坐人也能分担七千五年而已 遺憾 但你們到底是要做還是不做啦 好啦… 好… 呃… 不知道你們那邊有幾間房間 我也在替我女朋友找住的地方 住了三間 三間喔 你們三人合作 一個人剛才出五千 蛤… 一個人出五千 這人生氣這麼小的 好啦… 來喔 來吧, 坐下 走開呀 來吧 坐下坐呀 坐下 走開呀 來到這裡 來吧 走開呀 另一回事 好… 沙櫃阿地跟沙櫃香 一起坐見 好快 準備好 好冷 謝謝 你幹嘛不在裡面等在這 外面比較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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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肚子也怕軟 對… 另外那個比較冷的早 已經睡在了 她已經先來了 她已經先來了 那怎麼可以 好房間都給她睡著 我是說過 萬年妳如果做一伯伯做 那阿金跟祖金是不能拿 謝謝 哈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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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尼 哈… 哈… 哈也… 看清楚,貴的頭髮 要怎麼像我這個時髦 我才有染髮呢 我跟你說,我要帶這間 不行,我也要帶這間 你也要帶這間 你百斤都還沒看過 為什麼你要帶我帶這間 因為,我看你的面子就這樣 你一定是金最好的 我也要帶這間 我跟你說,先來先贏 我才不要插你 我伯愛,我就是愛 衝一下 我告訴你,我是好心 你最好是不要帶這間 有什麼 你看,我姬母皮通通都站起來了 整部皮站起來了 對啊,我跟你說,你看 我姬母皮站起來的時候,就表示有 你出來走人 想不到你身上這麼可愛 頭髮這麼難看 你為了我帶這間房間 你什麼話都說得出來 我跟你說,不管你是姬母皮站起來 還是說你的雞屁股站起來 都一樣 我要帶這間就是要帶這間 什麼 你看 我用科學的方法,V-8把它拍起來 拍一點鬼的畫面送給阿爸看 真的嗎 我可以把你拍起來 你給我拒絕 你給我一個太多的 我可以サボ子 你去找我 那時候 你去夜店 你去夜店 我也是 來 來 來 買你的話 出來給我拍一下 喔 你不要吻到我 你不要吻到我 你幹嘛 你不是賣衣服 來 我給你去嗎 我不是在拍你好嗎 我是因為我的肌母皮站起來了 所以我才要拍靈異現象 我不是要拍你 你是人不去就去鬼了 我告訴你 是我們兩個剛才我才要給你去嗎 以前人要請我去打雪針 是嫁人說沒好事我才沒去的 你知道嗎 好 走開 你不要學會 被你散發搞得我心情都沒有了 拍什麼拍 喂 你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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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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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梦过几百次了 我不敢叫你 我怕 嫁了你以后 又会醒过来 我好怕 不要难过了 遇上这种天灾人祸 谁也没有办法 我们再慢慢想办法赚钱还给人家了 我看还不起也没机会还了 我们公司呢 目前负债五千七百万 债权人有十一位 其中有六位 也不管我们公司有没有困难 已经告到法院 说我们诈欺 怎么可以这个样子 阿富怎么可能诈欺他们呢 应该说 你怎么可能诈欺他们 老板娘 公司负责人登记是你的名字 如果官司打输了 要坐牢的是你 这件事情不要牵扯当儿子 他从头到尾不了解 我们做生意的事情 我会这样把关自首的 这样也是可以 只不过你去坐牢之后 那谁赚钱还债啊 老板娘一个女人家 又什么都不懂 有办法重振旗鼓 东山再起吗 如果两人之一 要去坐牢 你跟我去 你留下来赚钱 再放风光光去接我 反正 坐牢也没什么了不起 老板娘 你不要再说了 只要是对你好的 我都会去做的 我建议再去做另外一件事情 去办离婚 也只有离婚 那些在权人 才会追着老板满街跑 什么事都做不了 老板娘 你做老婆的 如果要扛就全部扛起来 离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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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看 这个就是那个大象走过去的画面 那这个咧 你们看这个像什么东西走过去 只是一团雾气嘛 只是一团雾气嘛 好像是那种东西 嗯 对啦 一听你们两个人的答案啊 就知道谁的程度高 谁有脑袋 我 铁头 你怎么会想要搬到这种地方来住啊 没办法 报社一时之间又没有位置 安排我这个美国回来的高财生 那我就没有收入 没收入 就只要找一个便宜点的房子 跟大家一起分租了 这么大的房子才住一万五 一定有它的问题存在 你不怕晚上那种东西过来找你一起偷偷捆啊 当然会怕啊 可是 我又好奇啊 想要找出那个东西的真面目啊 要是被我找出来的话 我就写个灵异特稿 让我们那个报社老板啊 刮目相看 快点闪人吧 免得被抓到另外一个世界当小妹 铁头哥说的没错 一个不干净的地方 磁场很乱 住在里面的人呢 他的健康跟浴室 都会受影响 你们就只会一直劝我班 你们怎么不会想想看 要不要一起帮我挖挖看有没有鬼啊 说不定 真的有一个大冤魂大案子 你这个大神探就可以大踩拳脚啊 人的案子都查不完了还查鬼了 你替我省省吧 阿姿啊 真不好意思 我只能暂时让你跟别人分组 我跟着你又不是没有过过苦日子 只要有你陪在我身边 我什么都不怕 你们好 她是何碧姿 是我女朋友 情多只要多照顾她 你好 我叫曾美丽 她们都叫我一两二了 这两位是我朋友 我叫王丽美 请多多指教 蛤 蛤 蛤 阿姿啊 你的房间啊 在里面靠右边那一间 谢谢你啊 我明明是你老婆 你为什么要骗人家说我是你女朋友 我跟保证那个男人是有夫之夫 而那个阿姿 应该是个正在被骗的可怜女人 我警告你哦 有状况不准扣我 她有闻你 三分钟扣我二十通 反正都被她烦死 等一下我上你洗手间 嗯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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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 有点 给我 dice 我 你 想 走 我 我 我一直不敢告诉你 我工作那家保全公司 大业班的薪水比较多 所以我一直都在上大业班 而最近 我开手那家银行 根本就不让我请假 所以 晚上我也不能陪你 你会不会生我的气啊 没关系 那等你白天回来 我会煮一大堆好吃的菜 让你补充一下营养 白天啊 白天 我要到我朋友那边去打工 那你总不可能都不睡觉了 我都趁中午休息时候 我可以眯好几个钟头呢 看到你这么容易工作赚钱 我实在好心疼 也担心你会把身体搞坏 以前是当总经理 管上买个员工 现在是银行的保全人员 谁再太回去我的老公了 不过你有能力 心地又善良 老天爷一定会帮助你成功的 怎么办 我看到一个女鬼 她好像对那两个新来的房客 很感兴趣 没关系 没关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节安室 偷偷地画和华莎 只有一个考虑 好吃 黑白叫圆滋 还是严重 哦 厉害了 芝芳 法官要开庭喽 姐夫啊 法官要开庭喽 来来来来 来这边 我现在是法警你已经失去自由了 归我管 不不不 我没有心情跟你玩 你看看法官的样子像是在跟你玩吗 一个白天一个晚上 你去哪里啊 我跟客户去谈生意 你的客户我都认识啊 哪一位啊 以前当兵的朋友 你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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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你的职业做了三年 当你老婆当了三年 你有没有说话 我不知道啊 你是不是在外面有女人 那女人是谁 你说 我找我身上去 你不要发神经好不好 我正去谈生意嘛 好啊 那你打电话给你的朋友 我来问他 你 为什么要把生意弄成这个样子呢 我一个做总经理的 在外面生意都不要谈 你教我又在外面怎么做人嘛 你搞清楚 这总经理的位子 是我让给你才有的 好啦 看你平常有怪的份上 这一次我就放过你 希望你自己要检点一下 不准耍花样 不准碰其他女人 要不然 看我怎么对你 我的好姐夫啊 我实在没想到 用外面做亚体度的对待 老公 你也知道 我的高兴有点欢乐 有几个月你最爱的 老公 老公 在这些世间呢 我只有一个阿姊而已 不然有人好人来求你 老公 不是只有最感情而已 会出人命 妳在寫什麼 我這計劃怎麼賺錢 妳寫 寫這麼多 一直想賺多少 還只是計劃而已 妳們是什麼工作的 可不可以給我一些意見 讓我參考一下 我啦 我自由業 我是服務業 妳們給我看 我的警察 妳就知道我錢賺不到 我啊 我平常 在幫報社寫一些稿 可是最近剛好 報社老闆都在裁員 不小心裁到我了 所以我暫時在休息 我學校的都是大老闆 給他們一些五郎跟小客 有時候還做他們心理醫師 聽他們親徒一些有的無的 那妳很專業 博士班也是碩士班 如果在我的行業 算起來應該是福祉 不過最近 我們酒店的老闆 都愛一些辣妹 來做我本來做的工作 所以 我現在也是暫時在休息 我休息了才久 我已經在監獄裡休息四年了 夭壽 你們不要誤會 以為我做了什麼傷天害理的事情 是因為我老公做生意失敗 欠了人家很多錢 我因為是人頭董事長 所以才會替他去坐牢 唉唷 你這麼痴情喔 唉唷 你好笨喔 我跟妳說 像妳這種休息 有問題的很多 錢是休息在賺 開是大坡人在開 那有時候大坡人 還給他開錢 稍微放牢去沸 稍微放牢去沸 那稍微沸出來的時候 那大坡人走就對著人走 阿富會這樣對我的 大坡人 我是看淘淘的 妳要知道 那大坡人 辛苦被他放著很漂亮的妹妹 妳說她的伙伙 尤其妳還在台北都幾四年 一早就撞不住了 妳很奇怪 幹嘛老是要潑人家冷水 那也要看好 對方人家女生是誰 如果是妳 男朋友跑了都應該了 抱歉 像我這麼漂亮 我們男朋友去洪軍 三天就逃雨 是喔 很痛 不服氣 阿富是個有情有義 又肯負責任的好男人 這幾年 我在監獄裡想了很多事情 我只得到一個結論 就是人要懂得珍惜 珍惜手邊的幸福 所以啊 我從現在開始 要努力當阿富的好太太 幫助她創業 賺錢 一定要像這個樣子 你們看 這是阿富送我的貓 這個呢 就是快樂的阿富 這個是快樂的我 這個是我們未來會生的小孩 你看看他們快樂的樣子 以後我們一家三口 也要像他們一樣 幸福又美滿 唉唷 感動就感動 不要坐在我的旁邊啦 皮膚這樣屁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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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靠近你啦 梁姐你也要進 你剛才不是坐在我的旁邊穿開 拜託 我站得離你這麼遠 才坐在你旁邊 你見鬼囉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 你怎么回事 走 我要搬家 你眼睛一根头 我要搬家 我要搬家 不过我也想搬家 因为我现在没钱了 要出男人也没可能 对 那出男人 一定知道这家家在哪里 你这样走人家小 怎么想搬 我在监狱里 有听说那种东西 不一定会对人有恶意的 只要我们不要去惹到他就好了 我不敢上厕所 我搬家 好好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这样子请假陪我 老板会不高兴的 管他的 老婆比老板重要 就今天一天 明天我也要开始找工作了 现在是赚钱最重要 你们钱我们家才有明天 明天也要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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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了 警察先生你看到了吧 在错语啦 跟我丈夫通接 小倩 小倩 怎么会是你 你说谁是你丈夫 阿父 你告诉他 谁是我丈夫啊 阿父 这到底怎么回事 小倩在发什么神经啊 三年前 我已经跟小倩结婚了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你要不要看一下身份证 佩尔兰上面写的是董天赋 我们确定董天赋是他的先生而不是你的 什么证还你 请问你要不要和解 给我一百万 一千万 我都不要和解 这么可恶的女儿啊 这一个方法最适合她 把她关起来 走吧 麻烦你跟我们回局地 你 你 你这个男人你说话呀 阿兹她是你以前的老婆 要是为了你才去坐牢的 她做错什么事啊 还有你啊 这么爱关人 你干嘛不去做警察 对啊 她是你以前的老婆娘 她一直来捏洪棍这么多年 出来捏洪棍 这也是正常的事 哇 你去洪棍四年了 我看你会害怕 那些都是大婆人在骗人 警察先生 不要跟你说 你如果要滚 就要把这个大婆抓去滚 抓去啊 哎 哎 你真没了解呢 叫婚就要走了 你王八蛋 狗男女 你来到女孩 你好搞 你 你到底咋 你咋咋咋好疼 後来再给我听到 就把你们嘴题都拉开 不听 不听 好 好 那么 我 小剑 小剑,你不覺得你這樣做太過分了吧? 小剑 在手段是以前你的老闆娘 她被關生,你好不容易放出來 現在要送她去關手所 你有點同情性好不好? 不要這麼殘忍嘛 誰叫她想想我老公啊? 我也是她老公啊 你再說,你敢再說你是她老公? 阿智她有什麼錯嗎? 她為我受苦,為我坐牢 我在那邊做生意失敗,欠你一筆股債 都是她替我扛這個責任的 阿智到底做錯什麼? 她要受錯不平等的待遇嗎? 她是沒有錯啦 說實在她的命比較苦,會克服 為什麼她嫁給你的時候 你的財庫是漏的? 為什麼我們自己嫁在那裡 你就盯得滿滿肚子 你說我還很輕鬆 我白癡沒有良心被人打拚,我辛苦了 有的時候,還跟酒家一樣 還會給她喝酒 還會給她想要吃我豆腐 白癡的女人可以替她犧牲嗎? 我都沒有了 現在還跟白癡當中 來欺負我,你說怎麼說白了? 這本來就沒說白了 連我就看不到她 你們決定不要一搭一唱的 我沒有幫她自在欺負你們 那是我欺負她了 好,我就讓你看看什麼叫欺負 黃哥,我要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阿子,她出獄了 而且我聽說她還留不少錢 你如果要跟她要債的話,要趁早 要不然什麼都分不到了 我有她的地址 小倩 小倩,你瘋了是不是,小倩 你怎麼了?電話給我 電話給我 你…你幹什麼了 你… 你現在怕冷氣嗎? 好… 你… 阿清… 你…阿清啊,你還太子讓阿叔掛著 你… 你…阿清啊,你還太子讓阿叔掛著 你又跑起来,欺负埋埃 我只不过打个电话 你就可以毫不留情地打我 没关系 我明天就会通知所有的在权人去找他 保证追得他连台湾都带不下去 要耍狠,大家来啊 是我欠人家钱 叫他们来找我好了 所有的财产都在我名下 你拿什么去还呢 阿清,叫你点点,我没心情概率 你也不要太担心法律的问题 我请教过检察官 他说你的状况不至于会被判刑 谢谢 你也不要太担心法律的问题 把我扶出来 我只是一时茫茫人 不知道下车以后要到什么地方去 已经折腾一天了,回家休息吧 我就是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 结婚以前,我是个养女 养父母只会利用我,剥削我 一直和阿父结了婚 我才算是有了自己的根 这种安定的日子 过没两年,我就进了监牢 一堆就是四年 你们说,我的家究竟在哪里 你也不要太担心 你也不要太过灰心 也许阿父有不得已的苦衷 等把状况弄清楚了 说不定还有挽回的余地 阿姿 娇犬延伸 不过我这个人藏不住话 只要是有感情负责任的男人 在你为他做了那么多事以后 他只会更加倍地疼惜你 而不是伤害你 你怎么算他设计画长 也不看他的心情怎么样 阿姿还年轻 真正的痛苦和刺激 说不定反而会给他带来新的生命 我知道你是想要我放弃 不过你们不知道我跟阿父的感情 事情一定会有个圆满的解决的 不过你们不知道我跟阿父的感情 事情一定会有个圆满的解决的 你至少也没有想要 你不可事 如何 警察 19489 吃 吃什麼吃 不吃最好 大夫人 大夫人都不是人 你若是對他好像是人 他就會變高人 膝蓋又會捕人 都去試試的 你剛剛突然說好多好多話 都好像變了一個人似的 你知不知道 我不是人了 不是啦 我是說我拍蜜蜜虎心的 那你喜歡這樣 他會不會迫我的身 來 幫我拍蜜 你在做什麼 這隻是我的阿嬤跟我教 她說拍蜜蜜最怕的 就是這種銅油紙傘 走 這叫做蜜蜜 這隻蜜蜜 若是把蜜蜜燉下去 蜜蜜就走 蜜蜜也會走 你現在還來找蜜蜜 你敢不敢 我敢 你敢不敢 我敢 等一下 帶我來 拿水蜜蜜 阿嬤說你太好事 我會不會把我出來 阿嬤讓你把蜜蜜 把蜜蜜給你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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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都不是人 你如果當作他只有是人 他就會被告人 他大概會被告人 讓他死死的好人 你現在要死嗎 還要吃東西 爸 不好意思 請客一下 來 來 給我一點 快 你怎麼會被人送 這隻也是我阿嬤的家外 來 阿嬤 阿嬤 你 好 金饭给我 我掏抽出来 好 拖出來 好 走 我跟妳說 我現在問妳的話 妳要討厭說 如果沒有 我這支吐就是會痛 妳試試看 不要 我相信妳要這麼多人 是妳的老人 我已經在這裡沒了 要這樣說也是有妳 我又問妳 想哪妳留在這裡沒走 我會留在這裡 竟然要無聲無意的女兒 你為什麼這麼恨男人說 男人無情無義 女兒 都不是男 妳如果她當作是男 她就要被告人 她在過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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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說一次 我還說一次 妳在睡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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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現在在黑白睡什麼 我跟妳說 妳這樣黑白睡睡 如果家裡睡去我 我叫妳敗 敗 敗了妳老婆 妳跟我們騙 妳這間房子哪有鬼 還不敢讓我們知道 還在家裡做我們 一半後我們收三個月的阿金 還跟我們收三個月的祖金 還不可以退錢 我告訴妳 這支 杜朗妳怎麼會痛 不… 好… 出場 越想越想氣 妳不要走 來妳 不要走 不要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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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找到十五人 尤其是水果牛 怎麼 要斷門還是要斷母的 說啊 妳幹嘛那麼凶巴巴的 人家阿姿 只是一個可憐的女人 又沒有什麼深仇大恨 幹嘛好像治了人家 一死地的樣子 好啊 談吧 我只想要回我的老公 我只想讓父回到我的身邊 也不管他住什麼條件都可以 什麼條件都可以 你有什麼資格跟我談條件 如果我要兩千萬 三千萬呢 我會想辦法去賺來給妳 只要妳給我時間 如果我要妳的命呢 你要談也要有點誠意吧 賺點一些沒營養的話 幹嘛不叫阿富自己出來說清楚 都是阿童的老婆 要阿姿跟他假離婚 然後去坐牢 不但沒有心疼感情 還跟你真結婚 這算什麼 你自己出來說 你出來嘛 你怎麼會這樣啊 姐夫啊 外面有兩個女人在等妳做個決定 如果你不選我姐姐的話 我是不會對妳怎麼樣 只是會找個時間讓那個女人 永遠見不了她 什麼意思啊 我自己想一想 我說得到 做得到 好嗎 我沒想到 阿倪啊 有人想要拆散我美滿的婚姻耶 你捨得嗎 你捨得嗎 八子 這輩子 我们是注定犹豫无分 你走了 从我这里 你得不到任何的依靠 不要再苦自己了 找个男人 好好地安定下人 好 我回来 爹 爹 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我也请问 里面是不是正在闹鬼 对不起 话不该乱说 你好厉害喔 你怎么知道 你是算命师 不不不 你是哪里来的大师 对不对 大师不敢当 对这方面小有研究 那你帮我三个命 不不 我阿爸说 命不可以给人家随便乱算 会出问题 不是啦 我不是说你乱 我是说我自己乱 里面鹰雾作祟 煞气很重 我敢说 里面住的一定都是女人 并且都不如意 准 太准了 王丽美失业 曾美丽也失业 还有阿子 你要不要顺便帮我另外那个朋友看看 说不定他急心高照有大师前来相救 我跟你说的那个女人有缘 好吧 请天井 来 来 来嘛来嘛你不要怕啦 他连我们这里闹鬼都算得出来 让他帮你看看你跟阿父到底怎么回事啊 又不会少快乐 不好意思啊大师 我忘了问你多少钱啊 我不是为这才进来的 你什么都不用说 不过想着你关心的事 随便写一个字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这个叫策字对不对 哇这一定要道行很高的大师才会的 而且要精通那种中国文字学 连我阿爸都不会 因为他在小学毕业 快快快快 快写一个字啊快点 跟我说 宝贵压着一个孔 孔 悬在甜上 想为什么 蜘荫 糟糕 没希望 这个点代表你 这个口代表他 你们被宝盖分离 他站在田上 田代表房产 应该说 他在一个华丽大厦里面 走不出来 口上面一个一字 代表 有第三者挡在你们中间 准耶 很准对不对 不管我再怎么努力 都没有用吗 你看 这个点代表你 你写的时候 没有跟宝盖连在一起 孤零零地飘在空中 摔下来也没人接你一把 会粉身碎骨 有一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这是魂归离恨天的格局 不小心会出人命 我们还是不要谈这个了 大师啊 你能不能说说看 那个女鬼到底怎么回事 女鬼 我说来就来 大师啊 你起来了啦 今天晚上我没有带法器过来 这个女鬼很厉害 不把你们解决怕出问题 明天晚上我会再来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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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师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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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选举花这么多钱 也不知道对警察多买几辆不会熄火的车 好 以鐵頭哥的技術想要發動車子 至少要再半個鐘頭 楊法醫,要不要幫你叫計程車回行事局 不用啦,我來對面做個運動 這年晚,你又出來做運動嗎? 沒有啦,我是出來找我們女兒子 那如果這樣,你就不能對我的運動 我應該去找我們女兒子 對嗎?我找我們女兒子,找四年了 萬一,你說找四年以外 萬一,你說找四年以外 萬一女兒子,你看 沒有啦,這麼漂亮,你看 好,找一找,找一找 楊法醫就是個性開朗 到哪裡都交得到朋友 這個女兒子是中四年 你可以找到嗎? 楊法醫 你不知道我現在手上有三個大案子 這也是大案子 你不看這個女兒子的老爸 找到四年四年了,很可能 那怎麼漂亮啊? 怎麼覺得好像在哪裡見過她 我也是耶,似曾相似 好像是一兩個房子的那個... 那個東西 不要扯那麼遠啊,哪有這麼巧啊 那邊女鬼在鬧 這邊女鬼的爸爸找上楊法醫 侯醫長,你坐一下喔 我把車修理好,就來問你女兒子的資料 好 鐵頭 先問這裡修理啦 人的事情比較重要啊 是,是,興奮興奮 欸,姐姐 你這座高的復仇感 我算了就教她 什麼啊 拿去啊 所有你愛的東西都要拿到拿去 所以我也沒想要畫 只不過幫你討論一件東西 才有必要說真誇張 你只要交給七堂了 你真不想畫畫通空 我真不敢跟她搗三天一樣 千年前,連要求你的人我都加太太了 是,這有自己的問題 她的身份根本就沒有在這裡 不然要叫我啊 去加太太啊 對 你… 阿嬤,我會看這個女兒 這就是在等待 明月, 今晚要回到, 几乎就不太胖了 就会死那条心 你不能再去太郎了? 你为什么要跟关起来的时候, 你怎么忘记了? 你也没认识看你兄弟是什么样的人 要笑, 我比他更笑 明月, 我不能再跟你跟关起来 明月, 不管我还是不可能还在跟关起来 阿青, 你已经24岁了 太郎是用庆山的 想说太郎就一定会强力去关 太郎有少都杀人, 有无杀 最后高兴的 就是你要的意思, 她还愿意愿意给你洗头 就像三年以前, 你高党的女儿去拿庆布庆架 结果庆布很简单, 就骗你穿过 这就很设计 通雅啦 你是有什么方法, 说出来听见吗 方法有很多款 我来的, 就等你说什么 杀 主人就把你设计的好诗好诗 怎么, 等你出什么 你只想走到脚上去, 只会不会主动过心转意 你只想走到脚上去, 只会不会主动过心转意 你觉得你的伪作与你好吗 可以来到这个意味 圣洁的海落众 每当微风吹过 就会想起了遥远的祝福 每当阴雨飘落 仿佛看不到红尘的森场